汗金莲,一种一年生或者是多年生的半攀爬的花卉,因其叶子形似荷花,但生于土中,古成汗金莲。 汗金莲的花期很长,在我们这里可以持续开放到11月底,在温暖的地区,它可以多年生长,四季开花。 汗金莲的种子很大,呈蛋白绿色,因为成熟期各不相同,经常会自行脱落,所以我们要注意及时的采收。 收集好的种子晒干保存,但其花种的寿命并不长,一般只有两到三年,所以最好使用上一年的新种以确保初苗。 汗金莲,洗凉怕热,所以最早每年的二月份,就可以开始在室内育苗。 种子先用温水浸泡过夜。 选择疏松透气的育苗土,小溶机的育苗盒,更立于幼苗尽快的萌发。 大约10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初苗,当长出四五片真叶的时候,还可以为汗金莲换盆,同时再增加一些柔和的肥料。 汗金莲的种类非常多,有斑慢生的,矮生的,也有垂钓型的品种。 如果是直立型的汗金莲,我们可以适当地打顶,以激发生出更多的侧枝。 当室外的白天气温,本定在摄氏15度以上,就可以移栽户外。 选择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,适量的有机肥料作为底肥。 种植汗金莲 种植汗金莲非常的简单,但也有几个小要点需要我们掌握。 第一个就是修剪。 汗金莲随时会产生一些黄叶,我们要齐根剪掉,不要留意解,否则容易染病也影响美观。 第二,就是汗金莲胶水一定要适量,采用渐干渐湿的方法,不然胶水过多很容易造成涂涨,再加上如果土壤排水不畅,很容易烂根死掉。 今年我买了一组新的塑胶花盆,就出现了一些问题。 这种花盆的透气性和透水性非常的不理想,所以今年使用这种花盆的植物几乎都夭折了。 第三点就是汗金莲施肥不要过多,它对土壤的要求并不高,只要施撒一些有机低肥,那么在整个生长季节,每个月追加一些以零价肥为主的肥料就可以了。 因为是非过多,汗金莲不仅容易土长,并会造成更多的黄叶和烂叶。 第四个种植要点是,汗金莲洗光,但也怕强光,即高温,所以在炎热的夏季,如果是盆栽的汗金莲,最好要挪到半阴凉的地方养护。 总之,汗金莲是我每年必种的庭院植物之一,它不仅可以驱虫,还可以吸引害虫,并且全草可以食用,它的叶和花可以凉拌做成沙拉,清爽鲜美,过口不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